泰国选手库伯西特帕拉金 现在比赛开始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 预备 三二一开始 库伯西特帕拉金获得开球选择权 三二开始 三二开始 比赛开始 第一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开球 各位观众 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 观看2018乔市 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战赛 江西休水战 TV1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 大家好 我是苏星元 大家好 我是张全勇 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击球的刘超 对阵来自泰国的球手帕拉金 比赛依既就采用13局7胜80分钟限时 双方轮流冲球的赛制 今天一共进行六场比赛 起码到中午为止 登上TV台的都将是中外对决 这干球流的角度推的不够 应该主球再往左侧 移动一到两球 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带开 现在这个角度还得再需要带一些力 发力灯 如果是再往左侧走一点的话 就不用发这么大的力了 角度还是往上 这干球要不要带一些右侧旋转 抓一个很轻的力 再去做九号球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场地球的帕拉金来自泰国 从他之前在TV台的表现来看 打法也是一个相对更倾向于进攻 安全球意识 如果说同等机会下 还可能更多选择是进攻 不会像一般的海外球员 可能打两杆一看不行 烟的 跑了 感谢观看 有一定想法 打一个双分 最差 能进最好 最差的话 我两个手挡带口 一旦解决了自己所有的难题 哈达金这一边往上放 13号可能会被打 往下放就不用说了 如果说打的 我给他建议可能打5 打5就破坏9号 破坏 可能相对来讲 他这么放 这么放 多数会露底带 最差是左边 这个14号球 而且你5号就还在一个 很别流的位置 你翻带 8号就在那边 对手的阵型 基本上就是没有动作 对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清台局面 不过 刘超 我觉得应该还是一上来 有点手紧 有点紧 没错 咱们提议台 首秀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感谢观看 10秒 延时 比较好的一个局面 前面刘超没有抓住机会 这个看看 首先是薄球 然后白球还从屏幕右边边口里面去走 小心不要破坏这个局面 还好 其实它不要 也不用这么太纠结 你14出来交到大缝隙里面 13号 然后再调11也可以 这边刘超也先看看 11有没有单下 最差 我交到最上面 11也能打 如果说11号没有 就一定要叫13 就超这身高 我觉得应该就1米8多了 1米85差不多 感觉应该身高比较高 11号可以叫反向底带 或者是叫同侧的底带 因为还是有角度的 用中低竿灯枯起来 然后剩下就是黑霸 这底带不到位 对不到位 不要想太多 先拿下这一分局面 这个角度 对于你现在的准度来讲 它并不一定说 对进球 对交位 什么太致命的一个前置 我觉得它一直摇头 原因应该是黑霸 可能跟自己的上方 对方的一个红衣相贴了 就左边中带没有下了 有下肯定是轻轻一推 直接打黑霸就好了 一直在摇头 在不满意 黑霸还是肯定有大力 如果抓两裤的话 对吧 二号就这个位置 我挡住了 看他选择吧 从这个角度 我们没法判断 肯定是没有 到泡拉近 泡拉近这边打二号 有机会可以用五号球 再去防一杆 二号如果打进的话 还可以再防守 用其他球来过多 直接上手打红三 就是把三七的相贴球打开 然后白球往右上方去放 我个人觉得 他这个趴下之后 身体再平移再找 值得调整 就是我们总在谈一个问题 就是你站着的时候 是思考的过程 趴下去的时候 是执行的过程 所以说不要在自己 已经趴下去 去瞄准的情况下 身体再做一些小的微调 你觉得不合适 你可以站起来重新趴 你就不要去在自己 趴下去 已经瞄求了 再去横向走 或者挪一些小碎布 这个下球点打的是非常准 力量太轻了 就能说 打来打去 搬好就这个位置 越来越让帕拉金放心 放到这 看刘朝有没有什么想法 返向翻地带 或者说青天 青天打起还是堵带口 白周肯定还是有想法 分成翻钟来的 很大的那个打法 翻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这个局面你就升一颗 我想的是轻轻打左侧半拉一半 被盘起来之后 还是挡你一号球的左下方带口 起码就封你一带口 在做防守 对 或者我控一下 你现在把八号球打起来了 你进了 自不必说 但毕竟风险的大 你不进对手就是收割 对啊 收起胜利的果实 当然有可能 刘朝也在赌啊 对手打不光 就明显地打完之后 白球有个起跳 有点中高端蹬端的效果 觉得白球位置不好 二号球不打了 当然还是那话 我们不想说 谁的想法比谁高明 只想说在比赛当中 我跟张指导也是反复在探讨我 就是什么选择更合理 更合理的话 更安全 让你能够 把自己的球打出来 又能赢下这场比赛 十秒 年始 还是觉得二号球没有把握 所以一直在考虑 到底要不要防 这个球不打太可惜了 好球 再来调 看直度 比较直 可以低竿下来 从K8的右边 再弹边空起来 就好 而且 最干球可以带一些 右赛低竿 角度有点点向上 没有出旋转 没加很强 我想的是他得挂一个很强的右側转转 打边空之后 蹭一下 从8号就下边 很明显的一个 出来的白球角度的效果 没有 然后再用低竿横抬 来就交流 好了 这个力量太重了 这颗球 还打吗 敲一下 纯底 没有打起来就好了 白球如果放这边的话 6号肯定是弹上去了 不能收力打 必须要打稍微厚一点 然后带一点点的 低竿的左在 白球横向的向屏幕右边去走 薄的话就是直接往上放 6号停带口 白球沉到上方 甚至于稍稍靠左一点点 还是拼 最后拼来拼去 我只能说 这个还有一点点小运气 就是 这个角度留给刘超打 他打这个中带和底带 都是角度有点大 尤其是打底带 白球轻推 对左边中带还有一定的危险 白球 留了一个带口的宝球 也不算好好打这个黑拔 是的 泰国的球手帕拉金 泰国 咱们的球面好像并不陌生 首都是曼谷 曼谷 对 主要信仰是佛教 大家旅游 都爱去泰国那边去玩 从多少年前就听说过 有一个三个城市的专用词 新马太 新马太 对 新加坡 马来西亚 泰国 新街 新街口 北太平庄 马店 马店 在北京时候经常会这么说 去哪 去周末出去吧 去新马太 好 我问了 去了 去了 新街口 北太平庄 马店 而且泰国 很多的国内的艺人 都是频繁往返泰国 他们就求个佛牌 这样 宗教信仰 有机会 张志尚可以去泰国玩一玩 很便宜 对吧 一千块钱往返 就咱哥俩吃这海鲜 就咱俩吃的是最好的 一千块钱 撑死了 最好的 帝王线 皮皮虾 不是皮皮虾 皮皮虾 这意思最好的 胳膊肘出的皮皮虾 咱俩人均基本上300多400多 撑死了 是吧 是这样的情况 鸡头白脸的吃 都没办法 鸡头白脸的吃 基本上人均一二百 边地酒吧 他们在旅游方面 或者餐饮方面 做的比较成熟 是 开球世纪 然后他们本身也是沿海 靠海边 所以说 在这些价格定制方面上 正常的情况下 肯定是已经是比较贵了 但是对于经常 比如说 没去国外去体验的人来说 可能相对比来说 还不算很贵 就是某些国家 看看未来我们的分战赛 有没有泰国战 菲律宾战 对 可能性还我觉得比较大 因为这个台游文化在菲律宾是很普及的 尤其是 你看 经常听说 边有一个 比如说 干别的事情的人 然后拿一球盖的也能打 对 但不要说太夸张 比如什么扫地僧 对 都是 扫大街的 神话的 都是神话 那就是说 这个运动在当地 普及率很高 那您说到这 我说一个其他项目的小故事 你说 给大家放松一下 咱们的中国族就是叫建立宝队吧 建立宝队 李金鱼 张肖瑞他们那一波 以前去巴西 去巴西 对 听说过去过 听说他们去过 中途呢 咱们就不说怎么回事了 他们后来在半山腰 半山腰住训练 但是训练的没有一个族族场地 找的当地人 当地的农民 连爬土啊 在整草啊 弄了一个简易的族族场 在那提 可是Kina自己训练没有对手 找了当地 也帮农民说 你们 把中国队没有人训练 那看我们这哥几个 能不能跟铁块踢啊 对 但是有个条件 你们给我们出鞋 啊 求鞋 就这么着 中国的建立宝队 在巴西那天 开始跟咱们踢 开始 到咱们中国队走 没赢过 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普及率很高 很高 当地的这个居民的水平也不低 明白 真是 巴西人的脚啊 真是 这不是吹的 味也挺 挺重的吧 没闻过 好 回到比赛当中 嗯 好球啊 这俩准度相当好 再看下方的11啊 在缝隙中间 14 11这两颗 11能打过去 然后14反向的 右边中带再打回来 这局面 还是有机会 可以打开 先选中带了 从下面还要再调整 这个方向的话 15号 11号 那11是白球向下的 还是要有机会 可以去顶6号 又没有打 这三个球 我一直就觉得 有机会还是要先打 现在还需要 下地杆横向走 要小心 不要碰 而且要叫好位 明白他的意思 他偷厚点 还是想叫11 对 因为11顺势下来 可以直接 衔接右边中带了 其实与其这么打 这么较劲 你不如先打11 你还有这么多球呢 再调整 前面有好机会的话 有机会 其实 就是左边中带 还没有打的时候 直接斜向的 有一个11号 他没选 他没关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10秒 这条线选的 刚好是一颗球没碰到 再上来看看上方黄衣的左上角底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自然的有一个15号高杆打进 白球从6号的下方往上弹 去顶13号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线路 这边是流潮机会 非常好 可以打6号直接去先叫红三 留一点角度白球打完向上 用2和1下来调混 调黑吧 这张6号球可以多少带一点点低干 走两裤 好 好 嗯 就是类似的角度 但这次打进了 上一次白球是走了一个两库 在我家走 留一走吧 打的选择够 够艰险 打的选择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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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空白球为主 对 做防守 还有的勾 右边 从右边边口往左边勾 黄鱼有机会可以解到带口或者是勾键 从左往右勾 这个球就没有 看看破坏之后的一个效果怎么样 还是漏机会 15号和上方的11 两个球 稍微量 调 medicine sash点 今儿可能是一样的 我 review 对 这个局部 我们在当下方的手法 看角度 偏直就是高杆走两个后 就可以拔往下了 还是多少带一些比较强的左塞在里面 而且力量比较重 所以发力动作有点点小变形 要求没打劲 而且感觉他的力打的时候 看他打了好底杆 感觉有点硬 不够柔顺 不够协调 考验长台低竿了 观众们喜闻都见 以前做直播的时候 阿苏来个长台低竿 每天不干别的 是有这种现象 还是喜欢看 我想想在几月份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我也不是 有一段时间在播练 我知道 我也看 就经常会 张老师给我们来表演一个长台低竿 这个长台低竿 基本是必点菜 每天必点菜 而且不是一份 是 不打个几十个 不打几十不喜欢 因为经常有不同的水友 或者网友会进到直播间里 他会去问 然后呢 让你做一些 他们想看到一些干法 就超级的还是有想法 就今天有些东西 还是因为这个比赛的气氛 TV台 没有打出来 有点收紧 第二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社 比分2比0 库伯西特帕拉金社 第三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开球 5 6 3 9 9 3 15 6 7 7 继续打 双簧各一次 开球时机 其实从昨天帕拉金 在TV台打 就已经出现了 没开两盘 就开球时机 双簧 刘超啊 还是要 尽快的 把自己紧张的情绪 释放一下 想清楚 执行得起来相对坚决一点 不好 应该接力 小蹬一点点 这个角度留得 可以在白球再往上一点点 更舒服 看你是做14还是做9 这根角度还是有点值 10号球还是问题 角度如果有向下的机会 可以稍稍发尔利 横向的向左边的红三 给它K到库边 然后你后面10号跟9号之间有先机 支持这个角度 好 那么9号后面是跟10号做先机的 那这杆球 中带的13号 看准度了 而且后手的架杆位置是不太舒服的 还好 竹端是可以 不用担心碰到 那好了 看你这个准度 对 十五较九 帕拉斤还是有一定的成功率 看看能不能够稳定住 最好的线路 就是 底竿横台 八五中间缝隙 好过去 看法别太高 五六中间 比较合适 还是没控制好 安全的线路就直接推啊 三五中间 直上直下 好球 就算这个二六啊 或者六五这份啊 好球 库伯西特帕拉金色 比分三米零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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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会认识 在这边 农夫山泉矿泉水 长白山的春夏秋冬 第四局 油超开酒 大战三母 大战三母 感谢观看 一上来 现在已经是到了第四盘 始终感觉流传还是没有特别放开 对手这边受感越来越好 而且我觉得帕拉基 还是有TV台经验 本身他也是泰国球员 可能偶尔都会代表泰国队 去打一些包括英式斯诺克 等等这些国际比赛 所以他有这种 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比较强 大赛里边看 过来他会利用一些 比如过来描球等等 这些潜意识的肢体语言 包括身体动作 都是在场上控制 整体节奏的表现 而刘潮可能多数显得有点智能 是 在TV台嘛 更多的家人朋友啊 来看 那么多观众 可以理解 多少 想表现得好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次TV台的机会 对刘潮来说不是坏事 是的 如果以后想在台交路上能走更远 就是需要你去承受 必须要承受到这一关 必须要过到这一关 要过这一关 看看是不是太轻 还是说底带够下 如果底带够下 有机会还可以调相反的另外一颗花球 看看是调中带 还是说直接先打中带了 那么这一杆球角度如果大的话 白球是不好停的 一种打法呢 二号四号大风气下来得上去 这个是最冒险的 另外一个很轻巧的打法 就是推高杆顶黑拔 可以停得住 没有问题 看来角度还不是说特别难 再轻推 第四局 库伯西特帕拉金圣 比分4比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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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第五局 库贵希特帕拉金开球 开球实际 两次了 开球实际了 再有一次就判复一分 是的 虽然说你先领先四分 但是也并不足以让你获胜 而且我们要看看刘超会不会在后面 有一些上架表现 一打就颓势 对手两次开球实际 后面有可能会送分 然后自己如果能够在中间 再拿那么两分到三分 这比分有可能就会追回来 今天是周日 我们六个时段比赛 观众朋友们可以一包眼福 面村 好 球 左边中带可以衔接上方15 打11叫15 打完15之后 再利用9号右边中带 向下再来过渡 剩下的10号球 还有一个12号 太轻了 还有一点 我觉得咱们刘超 他的球杆 前击的力量 包括他的皮头 比赛时间 是不是有点 选择的是矮色的这种 暖的 因为今天一直在看刘超 感觉他的出杆 包括摆幅 长度 速度 力量都还行 但是白球反应的效果 不是特别好 总是有点偏小 就给了帕拉金上手的机会 打7 直接有机会下低杆横向 去K6 这属于一杆就是说 有机会可以解决问题的 一杆球 刚才看到一个小细节 在帕拉金的球杆尾部 往上大概20到30公分左右 有一个好像绿色的胶布 咱们再看看 有 肯定有 然后贴在了球杆位置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位置 往后 就是它握干的长度的位置 握把附近 对胶布 看到了 很明显 很明显 这个看 我们能看到的球员 有各种各样的 有在前面画箭头的 有在上面画横线的 都有 拿黑色记号笔 还有的是 自己靠边再挂一个 再接一截的 这个加上码了 都有 找机会看看我们的这个摄像师 能不能抓一个特写 让我们对这个球员们有更多的了解 没错 不是千篇一律 个人有个人特点 这颗球不算好 因为你现在如果打13 横向走 10号球右边东带可能不太够 他这颗球如果往前推一点 10号球打左边底带 就比较直的这个角度 然后回退一点 就刚好打12号球了 但现在12号是向左边角度 我觉得还是前面在考虑上 并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10秒 粘时 中队 一直我们就是在说这个问题 10号有可能是被红三打了 那么直接打没有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翻 要下提杆往回退 好 0的突破 看看能不能打进 第五句 牛超市 一分一比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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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局 用烧开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希望拿下这第一分之后啊 能够多少缓解一下刘超的紧张情绪 这一边九号球没有恭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而且是在选球阶段 刘超这边出现了进攻的失误 看他人这一边呢 接管了花色 而且我们看啊 局面就是一个比较明朗 这边就走的角度太小了 我选择中低杆发力 带一些左侧旋转啊 可以出来 也可以推杆右侧啊 右侧高杆 也可以 选择低杆 加杆器很稳定 可是你打低杆的话 就用加杆器 白球啊 很难控制 感觉十二号包右边中带的位置啊 多少被十三号球挡住了一些 能看到的九号球右下方底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凡的失误 这刚带口球 还是要打厚一点 带一点点右赛 如果12号中单有下 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对分离脚有信心 就可以打12 白球敲一下2号 对这力感有信心 这一点就好了 还比较直 没有问题 剩下就是叫黑罢了 其实帕拉筋的习惯 可能更多的还是喜欢那种直接控 不喜欢去利用其他球定位 白球能停得住最好了 简单一点 第六局 库伯西特帕拉筋胜 比分5比1 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 中士8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肝 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让梦想更进一步 一起一起 库伯西特帕拉金抬手 一起一起 一起 一起 泰国的帕拉金 能力就不错 漂亮啊 而且泰国一直是 亚洲抬球的一股 很强的势力 尤其在斯诺克上 对 知道什么 塔塞亚 塔塞亚 就打了职业生涯 第二个147 对吧 前面比如说 打140就打了俩 最后一个黑球没打进 对 而且小伙子长得也挺精神 塔塞亚好像87还是88年的 28年 瘦瘦高高的 在他之前 马塔纳 詹姆斯·瓦塔纳 对 这也是曾经打过一些 国际上比较知名的 含金量比较高的 好成绩的这种球员 而且他还打过147 是 马塔纳 塔塞亚 一起 我们一起 沙巴蒂卡 一起去什么 沙巴蒂卡 沙巴蒂卡 泰国好像斯诺克的基地 培训特别特别多 以前我们就知道 泰国他们对于这种 斯诺克打得比较好 台球打得比较好的人 以前把瓦塔纳 当作民族英雄 他们对这种 就是说 在一些体育赛事上 能出成绩的人 很关注 像他 比如说一边像雷耶斯 但雷耶斯可能 更亲民一点 他很随意 他不太说 就是把自己的一个 格调放得高一点 不一样 谁看低杆的反赛 叫半好球 没打好 而且目标球打有点薄 而低杆效果也没打出来 准啊 真准 第七局 库国希特帕拉金胜 比分6比1 开球先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第八局 刘超开球 每盘球感觉就是刘超还是有机会 只是自己做得不够很好吧 好几盘刘超都是打先手球 局面还不错 没事 我觉得多少 他俩如果是在胜者组 或者是第一场球赢 除了还是有比赛可以打 然后呢 我觉得TV台的宝贵经验 是要远远大于在大的场地里面 大排场里面 一些比赛经验 刘超可以 在比赛赛后做一些 反思 总结 我觉得有新的球员 可以这样去想一想 把这个懊悔 尽量把他的这个能量值 缩小到最小 懊悔 抱怨 这些 负能量 负情绪 往往可能一些 比如说不成熟的年轻球员 多数会在这个比赛后 比如说到比赛 跟自己的伙伴去抱怨一些东西 或者是去诉说 自己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更多时间可以放在 我为什么是 就是找找原因 就是为什么 尤其是在技术上 或者是在一些思路上 多做一些复盘 这杆球 下右赛低杆K球 出来之后 这15没K好 那这样就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K好 或者K球球来打 对吧 在赛后 做些研究 如果有教练 我觉得可能刘超教练 会跟他一起去做这样 没有的话 就是自己这些 身边的球员 大家坐在一块 看看视频回放 或者做一些复位 复盘 比赛是最好的检验 对 你在家练得多好 把小伙伴打得有多惨 没有用 比赛里要发挥出来 对 呈现出来 同样的一个 非常分散的局面 你可能在比赛里面 连五分之三都完成不了 只能做到五分之一 剩下的一些球 就变成了散碎的防守 防守控局 心里边 刚开始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我流畅的进攻 打出来不漂亮 但不要想再做 比赛有些时候 可能就是这样 有好的机会 你就尽量去打 没有 就一定要控制局 嗯 这干场才准 再顶一下二 好球 够直就直接 二三缝隙直接拉 感觉倒是它低端 我就是觉得它这个皮头 甚至于说或者前节的力量 反应非常慢 那好了 又是帕拉迪后手球 今天其实一上手 如果说有比较高级的想法 六号球薄边 白球下来顶我 然后黄一做一杆防手 然后得到机会下一站清台 两步完成 或者一步就是翻进 加K球 那还是很把握 哈拉迪应该在泰国也是 有从事斯诺克的一步 看样子是这样的 就先把这个工价看出来 有一歌怎么唱的 泰国新加坡 印度 西亚 然后唱到的就是其他的就是吃的 饮食了 有一段时间好像还挺火的歌曲 旋律朗朗上口 简单 简单 有点像就是说最限民族风一样 把歌曲唱到了俄罗斯去了 是 感觉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广场舞不可能要全球要封闭一段 这段时候中带明显力量过头 我们才还需要再过渡一半 打进弹起来即可 太厚 看效果 有运气还挺好 下一个时段比赛是中午的12点10分 今天也是周末 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边就餐 一边欣赏比赛 刚好这个位置横向解释 左边有中带的带口 不好找一条线 那高架 从屏幕的上方往二号球的下方来解 从右边再过去 又有个漆 所以说这一盘球确实目前的白球位置 对于刘超来说 我想解球还是很难 如果两库解 比如说二漆缝隙下来上去 然后上方的顶库再往下解 这两库还需要发很大力量 还是比较难 这边刘超也是一直在去找线 确实这个位置很难受 打带脚 七号球变成带脚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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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超 刘超 让你打也是保球 直接 打7号 十字跑球呢 还说轻轻扫红3 跑球 有运气 这真运气了 有这球12号 看样子应该是有薄边 但是不够下球点 要不要跳 果然 过了 好球 小了 还能保 而且还跳出了一定低杆的效果 但是小心 白球不要打进之后 掉红3这个底带 带一些低杆 今天左边的这个顶带代口 至少三四次 都阻挡了刘超的进攻 那么现在 帕拉金四号球打进之后 左边 找一个底带先进攻 尤其是7号球的这个位置 很关键 看价格是黄仪也够 可以打黄仪先叫五 然后利用7二叫三上去 确实啊 看这攻价 非常规矩的一个姿势 轻推 这个泰国美式的球员 好像没有什么 不太多 太多 对 他们英式打得比较多 然后菲律宾就不一样了 菲律宾属于说 美式打得比较多 往远一点去追溯 菲律宾那边以前有美国军事基地 现在我不知道 以前是有 有 然后呢 你看美国大兵 或者酒吧这种模式 很风靡 印度那边 比如南非等等 他们就跟英式的以前 因为也是同样有驻军 最早追溯到二战的时候 一个历史背景 好了 要不要最后收官 对 然后球的准度 下一时段比赛是12点10分 大家合理的安排好观赛时间 是的 好 恭喜帕拉金 我们12点10分再回来 帕拉金胜 比分7比1 好 谢谢大家 给我